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子娇转入蜜兔风波后 执大小S与居君业当年曾逼她吸毒 受够在葛思琪上节目 称有药头透露认识大小S 把药透过一名黄兴男艺人给姐妹俩 这也让大小S火大开告 日前台北地狱院判葛思琪 赔上姐妹俩个30万元可上诉 小S事后也在社群上晒出自拍照 写下此刻的我心情很平静 疑似在回应判决结果 而葛思琪也在脸书上 回应媒体们的关心 表示同页们大家别急 我收到判决输扣后 我会回应大家的 再等一下 也谢谢关心的朋友们 还有宣判后 大家的批评指教我也尊重 至于最终结果 仍需等葛思琪是否会在上诉而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继续